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是为所有人实现更美好 可持续性更高的未来的蓝图 目标五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 还是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 目标四致力于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通过教育改变生活 目标十一致力于建设可持续的城市 教育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所在 世界上有过半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城市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世界上许多城市 学习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仍然颇为堪忧 社会习俗、思维定势 以及对性别问题理解不利 通常会阻碍我们取得进步 通过教育缩小性别差距 缩小教育中的性别差距 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和韧性 促进社会民主、和平与创新 一个成功的学习型城市 可以通过实施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教育政策、 计划和活动来支持和促进性别平等 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促进学习和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您需要去了解所处现状 确定您所处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以及确保您所在的城市 对性别概念有透彻的理解 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后 您将希望在您的学习城市行动计划中解决它们 同时明确时间进度和责任分配 以确保学习中的性别敏感度 此外,还要通过良好的政策决策和专项预算 推动对持续促进终身学习中的性别平等进行投入 但是,作为您的学习形成市行动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和实施性别平等呢? 我们将其分为七个关键领域 第一,建立对教育和学习中的性别平等的共同理解 第二,识别挑战 第三,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 第四,加强能力建设,倡导包容性课程 第五,完善教育和学习政策 第六,开展定期研究 第七,提高意识 现在,让我们深入每个领域以了解更多信息 建立对教育和学习中的性别平等的共同理解 为了帮助您加深理解 您将需要对性别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 并就性别概念如何适用于您所在的学习型程式这一问题 与相关的利益攸关方达成共识 确认挑战 为帮助您所在的程式清楚地理解性别平等的概念 以及确定哪些挑战对促进终身学习中的性别平等构成了阻碍 您需要通过终身学习了解您所在的程式面临的性别平等问题 以及了解终身学习中存在的性别平等问题 例如,社会习俗 学习资料、教学方法和家庭内部的思维定式 缺乏针对教育中性别平等的预算 对教育中的性别平等缺乏远见、行动不利 社区和教育利益攸关方缺乏性别平等意识 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 为了帮助您所在的程式 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 您将需要确保平衡的性别代表性 与您的利益攸关方一起分析有关教育和学习中 性别平等的现状 让您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到整个规划、实施和评估过程中 加强能力建设、倡导包容性项目 要加强能力建设并倡导包容性项目 以及认识到所有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您将需要 确保您所在城市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学习培训机构 接受充分的培训 以落实具有针对性和非歧视性的教学方法、课程和内容 打造和完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教育设施 并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为所有未完成学业或未取得良好学习成果的人员 提供二次教育机会或其他官方认可的学习项目 例如读写能力、计算、技术和职业培训 此外 加大课程方面的投入 通过这些课程积极倡导女性赋权 促进和资助女性获得技能发展和企业家精神 完善教育和学习政策 为了强化教育和学习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您将需要 确保您当前的政策、策略和目标将性别平等置于优先地位 成立一个市政委员会 以促进终身学习各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此外 确保预留足够的预算来推进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学习计划和方案 开展定期研究 在开展有关教育和学习中的性别平等方面的研究时 您应该 在不考虑性别的前提下 确认所有人的学习需求 并以此分析为基础 制定您所在城市的教育政策和项目 根据教育水平制定基于性别分类的参与、学习和成果指标 然后 对这些指标进行定期监控 并基于性别分析数据 以便更加平等且有效的规划和开展学习活动 提高意识 为了提高对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意识 您将需要 在不考虑性别的前提下 倡导教育对所有人的重要性 加大相关活动的投入 通过这些活动对思维定式发起冲击 以及赋予所有学习者选择自我发展道路的权利 强调终身学习中的性别平等会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鼓励全体公民、教育工作者和家庭成员在学习和家庭中倡导性别平等 此外 利用接遇合作伙伴关系 在诸如学习节、国际妇女节之类的关键契机 与媒体机构一道宣扬努力、庆祝成功 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 但是在教育和学习中的性别平等方面加大投入 是一项使所有人受益的事业 不论是在家庭和社区层面 还是在全球城市和各国层面皆是如此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行动起来